第一 新一代的机器能不能帮助它走出困境 请继续收看外发明立地成干 挖坑失败和家人的反对让潘大海非常苦恼 但是他并没有停滞不前 他决定一定要做成这项发明 潘大海逐渐的场面每天都在挖坑车上 在每十几个小时 最终做出来能够在建筑搭机上 这个就是咱们现在新做出来的一台挖坑机 这个挖坑机我看你整个都翻新了 原来是一个比较旧的一个涂垃圾 现在完全就变成新的了 咱们的砖头 咱们的砖头原先是用铁的爆炸式的 这样的空间咱们的建筑来就用东西了 到时候的旋转不动 破碎不了它 这里咱们的下面全部变成合金的 有八个合金的钻头组成的 对 合金钻头质地坚定 伤人打磨都不会留下的明显痕迹 而且赞头空间更加强 建设计的车体也有更多的功力 板上更快的下压力 这样是否能够击碎建筑垃圾地面了 咱们这就来试一试 这不呢 把砖头还有那个浴室板 那个头打碎了 对 这就明显了 这个烤压器了 这现在能力已经超过了少人家 文化在那身边 对 现在都一名 一名无聊了 这个断头都三米了 天 打瓶天 天 人吃点吗 来 凉凉凉了点 这铁丝 铁丝都直接弹 他不害 他不饿 打着一个两米四的洞 对 说明咱们这次打的还是挺成功的 因为上次咱们基本上就打了连一米都多 半米都多 对 就打那三十公分嘛 潘大海的改进成功 这样 即使在建筑压机上 也能挖出适合力电线杆的坑 虽然潘大海制造出了能把深坑的机器 但是 挖坑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的立竿过程也相当消耗人力 是能够用机器 接下来的